我們先教大家菸都鮮的正確版本 我覺得我們現在在外面餐廳吃的菸都鮮 大部分都是減法啦 所以它的味道都不夠濃郁 甚至有一些材料以前是這樣子 現在又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甚至還加別的東西進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王瑞瑤 我是寶師傅 您所收聽的是我的老公是大廚 聽眾朋友有沒有追上Podcast 還有YouTube呢 我們每個禮拜五準時 準時給大家上架 大家要追上王瑞瑤跟寶師傅 我的老公是大廚 是 就是你嘛 對不對 好啦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來輕鬆聊一道菜 因為呢 我們在開了Podcast的時候 我們從基本法慢慢教大家 然後也要教大家怎麼樣把基本法做運用 我們在上個禮拜教大家 乾貨基本法大權 這個禮拜我們就要來運用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上個禮拜我們的乾貨講的不多 因為時間有限制嘛 你不可能把每一種的做法都講清楚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做一道湯 這道湯裡面就使用了很多乾貨 然後也可以替大家解貨 很多人呢 很喜歡吃一些料理 然後都會覺得說這些料理怎麼跟以前我跟我爸爸媽媽出去吃的味道不一樣 的確是 我覺得這道菜在台灣它的味道越來越不對 它的材料也越來越奇怪 我可以這樣講嗎 越來越淡 味道越來越淡 然後材料越來越奇怪 越少 然後裡面有一些材料你吃起來本來它應該是柔軟的 可是忽然間為什麼每一家都變得硬邦邦 今天就要來教大家做一道菜 這道菜的名字叫做 我這樣發音不對對不對 應該叫煙不鮮 煙不鮮 其實它就是一個煙鮮湯 因為春筍快要到 五月就有春筍了嘛 對不對 我覺得用綠竹筍最好吃 沒錯 最甜 馬學傅你先回應一下你跟煙都鮮相遇是什麼時候 其實我以前沒有做江浙菜也沒有做上海菜 我以前是做川菜 再來做川陽菜 再來做湖南菜 在做川陽菜的時候 那時候也沒有特別他們在做煙都鮮 可是台灣煙都鮮很流行 講煙都鮮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 上海菜都知道 大家都愛喝 煙都鮮 後來是因為做杭州菜 杭州菜也沒有煙都鮮 那客人就會點 去杭州館子點煙都鮮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做煙都鮮嗎 為什麼 你跟誰學的 袁先生的岳母 陳太太 就是雅都飯店的前總裁 岩長壽 大家所稱的台灣的餐飲教父 岩長壽總裁 我發現他的岳母教你做很多菜 我記得上次我們在講這個乾拌麵的時候 他就有教拌麵的沖開怎麼做 所以他的岳母也是杭州人嗎 是江浙人 是不是杭州 我不知道 所以是他教你做煙 岩總裁是杭州人 因為他有家庭版本的 他只是教我們說這要加什麼加什麼怎麼弄 湯頭是我們自己研究的 所以寶師傅 煙都鮮也有商用跟家用兩種版本 有啊 好 我們現在廢話不多說 我們要趕快直接切入話題 我們先教大家煙都鮮的正確版本 我覺得我們現在在外面餐廳吃的煙都鮮 大部分都是減法 所以它的味道都不夠濃郁 甚至有一些材料以前是這樣子 現在又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甚至還加別的東西進去 煙都鮮我們可以從字面上開始來解釋嗎 煙有沒有 煙就是它放醃製的材料就乾貨 它煙都鮮有兩種東西 一個是筍 一個是肉 肉 筍的話就是新鮮的筍 跟煙的筍 新鮮的筍 冬筍 通常它不會用春筍 對啦 冬筍 冬筍是用冬筍 或者是夏天用綠竹筍 我最喜歡綠竹筍 我也喜歡綠竹筍 因為冬筍會刮嘴 冬筍跟菜刮不一樣 煙的話就是餅尖筍 就是我們在上一集講過的扁筍筍 煙就是新鮮筍跟扁筍筍 一個新鮮的 一個煙過的對不對 那肉呢 肉就是五花肉 五花肉跟 加鹹肉 不是精華火腿 不是火腿 鹹肉 鹹肉 就是上海鹹肉 上海鹹肉其實很簡單 就是五花肉拿去煙鹽然後風乾 沒有到風乾 因為鹹肉就是沒有像火腿拉的那麼乾 它是比較帶有水分的那個鹹味的肉 因為其實有這個上海還是說有江浙家庭 他們自己在家裡會做鹹肉 我曾經有那個老媽媽有跟我講說他們家一直都有鹹肉 不是在過年的時候才有買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這四個材料已經講出來了 兩種肉跟兩種筍還有什麼呢 百葉結 現在都不加了 我有吃過很硬的百葉結 他買市場結好的 現成的 又厚 又硬 又硬 然後又不吸味 因為百葉結你就要買百葉 自己來綁 我小時候也不知道 我小時候也是吃這種硬的百葉結 以前是百葉結燒肉燒得硬棒棒的 等一下 所以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燕都仙的百葉結又有硬硬的 所以我不能怪他 那個百葉結是市場在賣 外省家庭在買的 這不是本省的 買了以後他也不會去發製 不會去把它弄軟 真正會做的 他就用最基本的材料去做 就是用百葉 它是豆製品嗎 豆製品 好 怎麼做 百葉買回來就不要切 因為炒雪菜百葉要切 切小片 一般的百葉就是 它是折起來的 你把它打開一張一張 一疊十張 看你要做幾結 比如說你要做二十結就兩疊 兩疊以後 你就弄一個那個 有濃度的鹼水 以前我們都用香港 距離鹼水 距離鹼水比較強 所以他在用的時候 我大概用0.8% 我炒雪菜百葉要比較軟 要用1% 百葉結你要用1% 起來會太軟 可是現在買不到這樣鹼水 如果我們是那種食用鹼 就是變成德國的 可是德國的鹼 你用2%都夠力 很弱 它的鹼性做得很弱 它其實目的是要軟化這個百葉 對 軟化百葉 所以後來我們就 就自己用食用鹼粉 我就水裡面加0.8% 比如說1公升 我就加8克 這樣你懂不懂 8克下去把它調 調好了以後 百葉一張一張就放進去 放進去 一張一張 投進水裡 投進水裡 你就進 大概半個小時以後 它的水就變有點黃黃的 因為百葉本來就是黃黃的 就是米黃色 那個鹼會把它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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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軟化 軟化以後 它就顏色變得比較淺 你就摸摸看 已經可以了 不能泡得太軟 它已經有黃水出來了 差不多了 就去走水 走水最好你水龍頭接一個水管 水管要插在百葉中間 輕輕的放水這樣流 你不要水直接沖 不要直接打下去 直接沖百葉很容易破掉 現在教大家做的是百葉結 而且是很專業的百葉結 聽眾朋友聽到這裡的時候 一定昏倒了 說百葉結原來那麼複雜 不會啊 我其實第一次看到寶師傅在示範 怎麼樣自己做百葉結的時候 是在高雄參旅大學 然後我就看到有大概四五個學生 圍著寶師傅 就開始把這個本來硬硬的 像是這種紙板一樣的這個鬥製品 慢慢變得很柔軟 然後甚至在打結的時候 一不小心還會拉斷 然後煮在這個煙都仙之後 每一個學生吃了之後 都驚為天人 原來百葉結的口感是這樣子 還有一個 泡以前 我都會先進去泡個大概兩分鐘 拿起來 先打結 跳好了要打結 太軟了 打不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訣竅 就你先進兩分鐘 趕快撈起來 那時候還很有彈性 因為你不進直接打結 它泡不透 所以一定要先泡兩分鐘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外面餐廳 有吃過沒有打結的百葉做成的煙都仙 可是我覺得我也要謝謝師傅 就至少師傅的基本法做了前面一半 對不對 它後面沒有做 因為有可能泡太軟 那所以等於是百葉結打好了之後 還要繼續走水嗎 走水一個鐘頭以上 把這個鹼洗掉 把它走走走它會膨 走水它會再長大 長大以後 那鹼味就會走掉 再來 我們要是一般家裡 你也不要什麼高湯 你就是五花肉 切這樣厚大概兩公分 就這樣一條一條 你要做一個砂鍋 就大概切兩條 兩條我剛剛講兩公分的寬 長大概15公分到18公分 兩條 鹹肉 鹹肉我覺得切一條多就好了 鹹肉也要用這麼多 也不要切片 也是這樣切厚厚的一條 都是像那個紅燒肉一樣的塊狀 切塊狀 扁尖筍先泡泡水對不對 你前一天先泡好 泡好以後就濕一濕 濕粗的 濕這樣一片一片 你濕粗一點就寬條 大概長大概三公分 這樣都濕好了 好這裡要先暫停一下 因為老實講 很多人很愛吃筍 可是很多人面對筍 有一種束手無策 尤其是這個廚房小白 就是對於不按廚藝的人 總覺得這個筍子好麻煩 筍子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我們之後會有一集專門講筍 專門跟大家講 比如說等到五月 綠竹筍接近的時候 我們會告訴大家 怎麼樣在家裡煮筍 怎麼樣做沙拉筍 怎麼樣做什麼做什麼 可是剛才保師傅在講這個 有關於燕都仙的筍子的技法的時候 這個是生筍對不對 生筍 它其實不必用手筍 然後保師傅剛才用了一個動詞 這個動詞就是筍子用剝的 什麼叫做剝呢 如果我這個肥肥的手是筍子呢 怎麼剝 我用我的來示範 你的手拿著筍子 是筍子喔 整顆筍子 你已經削乾淨了 對 刀子切下去 切到一公分 吃進去 往旁邊一掰 掰 一小塊 一長塊就掰下來了 它就有裂縫 刀切豆腐兩面光 是光滑麵 那口感就不好 剝的有粗燥麵 它會吸高湯的味道 而且它是順著筍子的纖維 所以筍子的纖維 跑出來之後 它就會順勢 就會吸汁 對不對 而且老師講這樣做 更有手工感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菸都仙 看起來更高級 看起來更像媽媽做的 再來青鋼菜 高級的 你就把葉子都剝掉 裡面那個芯 那葉子拿去做什麼 炒青鋼菜 菜飯 做麵菜飯 素生餃都可以 要是你覺得太浪費了 你就是一根把外面老葉子剝掉 煎稀稀稀 下面比較長的葉子把它切短 大概最少這樣大概八公分 八公分 它很大顆 在頭那裡畫個十字 你燙一下以後就可以 變成四根菜心 一根變四根 因為保釋副講高級的我吃過 高級的就是一直摘摘摘 摘到裡面只剩下兩葉 小菜心 只剩下兩葉 三葉 最多三葉 鍋裡面我就給你十二根 一個人只有一個 這十二根很高級 很貴 這個都準備好了 家庭版本你就用水 水 把五花肉 鹹肉洗乾淨的就放進去 筍子 扁煎 扁煎的水不要加太多 因為很鹹 加進去 紹興酒 蔥薑的話打結 綁起來 丟進去 蔥薑打結 這樣滾 滾大概 三十分鐘 直接用砂鍋直接滾對不對 不是 你砂鍋也可以 你用湯鍋也可以 滾好了再來放到砂鍋裡面做 滾了以後 它鹹肉就會把它煮熟 可是鹹肉我覺得 鹹肉要多煮 所以你可以 鹹肉跟那個湯先去蒸 蒸二十分拿出來 連那個水再跟高湯 跟水跟筍子五花肉 再一起煮 這樣鹹肉多煮二十五分鐘 那鹹肉的鹹味會釋放出來 不會那麼鹹 而且香味會跑出來 吃起來就會更好 你五花肉二十五分鐘 切這麼厚 剛剛好熟 筍子二十五分剛好熟 扁尖也都張開了 好了以後 你要組合的時候 就把那個筍子扁尖撈進來 蔥薑拿走 五花肉就切斜刀 鹹肉切厚片都組合在一起 去滾 在滾的時候 再加點紹興酒 再滾個大概八分鐘十分鐘 青鋼菜燙一下擺上去 所以五花肉跟鹹肉最後還要改刀 當然 你本來是整條的 整片的 你整片煮好再來切 那肉口感才會好 你要切成小條去煮 煮好的在那個 那肉口感就不好 所以它要整片肉煮熟的再來切 所以一開始就是整片丟下去 鹹肉也是整片 因為不要調什麼味道 扁尖筍也有鹹 鹹肉的那個煮出來也有鹹味 所以先不要調味 好了以後 那個白葉 用開水燙一下 鋪在上面 再煮個一兩分鐘就好了 因為白葉是軟的 很容易就煮好了 你要覺得白葉你沒有滷得夠透對不對 燙一下也要拿一點高湯 在旁邊煨 煨個大概三五分鐘 你覺得它入味了 再把它混在一起 一滾 滾的時候上桌 青鋼菜也上去什麼也上去 這樣就很好吃 它湯沒有那麼濃白 我要不要加蒜苗 加什麼 很多人喜歡就切少一點蒜苗配色 還有香氣 還是香菜嗎 香菜不行 蒜苗合味 但是我個人不喜歡蒜苗 所以我都不喜歡加這些東西 可是它也沒有白胡椒粉嗎 都沒有對不對 白胡椒拐味了 我發現很多人很喜歡燕都仙 是因為他很喜歡這種濃白湯的感覺 可是寶師傅剛才教大家的是家庭版 家庭版是白開水 可是如果是改成飯店版呢 其實就是湯不一樣 家庭版也是高湯 為什麼 因為五花肉餅間加鹹肉筍子 煮起來就是一個高湯 就是高湯 也蠻好喝的 那是自然鮮甜 我現在講的是要先做一個白湯 我們的白湯 這個燕都仙的白湯可以不加魚 我要做大煮乾式做微麵我會加魚 這個可以不用加魚 你就是先有一個高湯 就一般的高湯 你要高湯這樣講時間夠不夠 哥哥你當然夠了 因為我們在講一般的高湯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高湯其實成本很高的 我就是那個時候採訪了寶師傅才知道 我們其實在家裡煮東西 沒有那麼規格化 在飯店他們通常都是 一的材料 豬雞之類的這些 一的材料 水二 所以他們用小火去燉都要超過八小時以上 才會煉出寶師傅嘴巴剛剛所講的 一般的高湯 我這樣講對不對 這是一般的高湯 這是一般的高湯 好的高湯材料更好就對了 對 所以等於是大家在家裡 如果是要做好菜要做好湯要厭客 還是說要吃好一點 還是說自己在家裡煮排骨湯煮雞湯 你就要記住這個比例 一比二的比例 味道完全不一樣 好一般高湯我有了 高湯有了 我們要做白湯的時候 你就準備五花肉切塊 就不用那麼多了 雞爪 蔥薑 用豬油 去把這些爆香 爆香以後 嗆一點紹興酒 再把高湯沖進去 再把一般高湯放進去 沖進去以後蓋蓋子 大火滾 滾了以後關中火 就要蓋蓋子 讓豬油跟湯 在那裡一直滾 滷化 滷化就變成白色的湯 而且一定要用油炒 35分到40分 你可以滾到大概30分的時候 就把你的五花肉跟鹹肉丟進去 丟到湯裡面 再多滾20到25分鐘 再來就是白湯過濾出來 像我們剛才的組合有沒有 就高湯白湯 回到砂鍋裡面 就你有那個高湯先煮好了 筍子也放進去 鹹肉跟五花肉都煮好了 切片的都進去 扁煎進去 就進去滾 白葉一樣我剛才講的 燙一燙以後再高湯 餵一下再放進去 再組合滾起來 這樣這湯 鮮濃度 色質完全是乳白的 非常漂亮 這就是為什麼一般 大家在家裡煮醃度鮮 跟在餐廳裡吃的醃度鮮不一樣 醃度鮮的這個湯的這個白 這個奶白湯 很多人看了都好喜歡 然後會覺得它的膠質滿滿 然後甚至於還有人懷疑 在外面餐廳賣的醃度鮮 是不是有加一點牛奶 還是說有什麼 動一個什麼手腳 可是因為外面有沒有動手腳 其實不知道 因為其實可以很多方式 讓這個湯乳化變白 可是剛剛寶師傅所教大家的 就是燕都鮮的基本法 我們剛才其實有一個東西 在講所謂的一般高湯 這個一般高湯所使用的材料是豬 雞 雞 鴨可以嗎 通常鴨有味道 豬跟雞 你要說一般高湯不用 骨頭 用尾東骨或是梅花肉帶骨 還是雞架子 雞架子就可以了 一般高湯這樣就好 而且其實一般高湯也不要用大火去滾 要用那種類似魚眼泡 小火 我那個時候寶師傅教我在家裡用魚眼泡煮高湯 我真的也紮紮實實煮了六小時到八小時 那個湯好清 又清又甜 那個湯做蜜仔麵 做陽春麵好清好甜 煮點蔬菜都不一樣 不是這樣滷滷的湯 所以在筍子即將要來的季節 然後在我們上一集講了乾貨的基本法 我們今天教大家做煙都鮮這一道老菜 也讓大家可以在家裡複習 然後也可以吃到好的味道 好我的老公是大廚這一集已經結束了 聽眾朋友不要忘記 每週五在Podcast還有YouTube 要追上我們的新節目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 掰掰